美國前政府資安專家艾特爾及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學者司馬喬丹 在《華爾街日報》發文指 騰訊過去十年來以投資或直接收購的方式 買入多個全球知名電動遊戲開發商 包括魔獸世界開發商暴雪母公司動視暴雪 英雄聯盟開發商Royt Games 要塞英雄開發商Epic Games 以及部落衝突的芬蘭電玩公司Supercell 本章標題表明 如果您在玩電子遊戲 中共有可能正在監視您 而美國人花在電動遊戲的時間 遠比TikTok、WeChat高 中共掌握全球電動遊戲市場的問題更加迫切 專家提到 玩遊戲前一般都要提供真實姓名、 付費帳戶、所在國家 還可以透過遊戲聊天室 偷取用戶的語音資料來製作聲音庫 北京當局可以從數百萬安裝遊戲的玩家獲取資料 門長呼籲 美國政府應要求遊戲公司保證收集的有關數據 儲存在美國的雲端 以及動用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 強迫中國企業撤離被認定會接觸到 美國敏感資料的電玩商 《騰訊遊戲》11月2號剛宣布 2020年王者榮耀日活躍用戶達到日均1億人 號稱是全球第一個活躍用戶日均一級的遊戲產品 新唐人記者林岑新 宇威 綜合報導